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真的不能彈 第二次的問題 怎知道第二次 你的記憶 有記錯 九月以前我們做記者 陸君子事件也有 都是押士 轉了老闆之後 轉了老闆之後 第一次報錯江澤民死訊 第二次 有一個節目 他們說不是新聞節目 是新聞報道時間 也不是新聞報搞的節目 但是用新聞的形式 我的形式是什麼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這叫ATV焦點 郭Sir沒有看過 所以這段新聞當然不看 大家沒有看過 所以杜汶澤說得對 恭喜你阿士 你終於成為焦點 對他來說真的沒有什麼壞 雖然我不認同這件事 但是 ATV今時今日 你做什麼都沒有影響 收視率 但是這些就是有口碑 有口碑 沒有口碑 沒有口碑 那他用了什麼呢 就是一個新聞的Documentary的體材 這個體材是怎樣呢 就是背後很大量的VO 沒有那個所謂評論人的樣子出來 然後展輯了很多的新聞片段 然後就要陳述一種的觀點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新聞評論 但是你不可以說他不是新聞 所以我就覺得 他叫做什麼 ATV焦點 ATV焦點不是觀點 但是他放了ATV在頭 你不可以說他不代表你 是不是 你不是說放在ATV 很多這些如果請嘉賓上來的時事評論節目 就會說以上的觀點都是嘉賓 他都有 他有這樣說 那個人是誰來的VO 那個人 後來這件事發大了之後 就叫做雷敬斌 雷敬斌這個人原來是大公報 不知現在是不是 總之他做過大公報的老總 原來是由他讚寫的 但是把ATV擺在頭 你都不可以脫身 那是怎樣的 那是由我去判的 不是 那個雷敬斌又是現在亞視的副總裁 所以你沒有辦法 你說你不關你ATV 不過我說 問題呢 除了這個節目之後 就是他之後那個 有個ATV的發言人出來答 別人問題的時候 就真的很業餘 為什麼他說 言論及新聞自由是不容侵犯 我說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在搞電視台呢 其實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搞電視台呢 言論自由呢 是不是發生在電視台的 為什麼呢 根據港管局的很嚴謹的規定 電視台是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 你當自己是維園阿伯嗎 維園阿伯就有 你怎麼說都可以 我想說 你的電視台 你是排照經營的 你隨時可以煽動民眾 你不可以的 當然還有一些不可以粗口 不可以有些不良意識 諸如此類的規限 所以你的所謂言論自由 不知從何說起 然後你說新聞自由 你自己又說不是新聞節目 我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說不是新聞節目 但是你用新聞的形式 新聞的形式 如果我當你是新聞節目的時候 這個不叫新聞自由 為什麼呢 你涉及到客觀中立持平事實 這些標準 你滿足到 ATV老闆之前 都是對新聞的處理 令到很多爭議 例如說 找藝人去做報道新聞 試過 何守信做主播 那情況很奇怪 何守信是ATV做過主播 是 很早年70年代 有點奇怪 他處理新聞的手法 有些跟傳統的做法 有些古古怪怪的感覺 令人難以信服 是的 所以我說 ATV既是發生了一個 即是你如果有看 你可以上YouTube看 他的所謂焦點節目 其實就真的 他又將裡面 將香港的反對派 稱之為重生 破壞 破壞 破壞力 然後建制派 就叫做建設力 哦 是非常非常之 我們叫做bias的 這件事情 也將反國教運動的風潮 再推上去 為什麼呢 人家說 原來ATV焦點 就是洗路式節目 這些就叫洗路式 因為非常偏頗 如果你真是一個新聞節目 你是不會用這樣的 這麼有價值判斷的terms 去形容 大家都會用一些 比較中立一點的詞彙 然後呢 兩邊的意見都會說 即是他以為 有一個錯誤的理解 以為是電視 現在那個新聞報道的手法 那個放寬的程度 好像報紙一樣 現在很多報紙頭條都是這樣 價值都批判在這裏 但是那些報紙 報紙的規管 那些規管沒有那麼嚴謹 電視台的監控力很嚴謹 為什麼報紙監控不那麼嚴謹呢 就是因為報紙任何人都可以批判 你有錢就可以了 其實有錢就可以了 登記一下就可以做到 但是電視台不是 你要申請牌照 不一定給你的 追逐牌 追逐牌 黃維基現在都沒拿到 所以 一給你的時候 就規範得很重要 所以 ATV 又是那句 我不喜歡用那句 你睡醒了嗎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搞電視台 不過又是那句 你怎麼做都沒用 其實沒什麼影響力 大家可以說一下 對收視率有沒有影響 唯一它的價值給我們說了一集 是的